有一次在走廊玩完睡醒時 我被人侵犯了 但媽媽知道的時候 她沒有去了解我 沒有去安慰我 反而她說 誰那麼蠢 她報警處理 將我送入女童院 當我離開女童院時 其實我不懂得怎樣去面對 所以很快我都在離家出走 我認識了一個古華仔 同居七年 每天都是天夜顛倒的生活 沒有想過有一天 我回到家 我看到有個女人在房間 我很生氣 我就衝進廚房 拿著彩刀衝出去 她跟那個女人當了那一刀 有一次我搭的士的時候 小路無端端跟我說 顛倒的生活哪裏好過 不如找一間教會回家 當她說這句的時候 車窗外面就看到一座建築物 看到一個十字架 好像不用再去飄泊流離 很顛倒 後來也邀請我接受 所以那次我到現在 我會想起 我仍然很記得 當我認在以前所做的事的時候 很大的愛臨到當中 就好像一份具湧流 不斷不斷洗 不斷洗 前面沒有路走 沒有盼望 我好像有很多東西 全部都放下了 想回頭 我從小到大 走出去離開姑媽家的時候 原來我都是用我自己的方法 去找我自己所謂的愛 但當經歷了這麼多年 我才發現 其實耶穌 原來祂一直 祂都是在我的身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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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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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